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公共频道 多多支持生活调查团 好了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常常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块面 拥有一对千千玉手是很多女士的梦想 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会用到手 例如洗碗 洗菜 打扫卫生等等 做多了家务 手难免都会变得操作 一只很多人在做家务的时候 都会戴上手套 缴少对手的伤害 我平时就很难做家务的 最討厌就是洗碗洗碟的了 一层层的油壶又粒粒又邋遢又双手 真是碰都不想碰 不过无论多烂都好 碗始终都是要洗的嘛 所以为了避免直接接触到油壶的同事 又可以保护我这一双美丽的手 我通常都会戴上手套之后再洗碗的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习惯呢 平时会戴手套洗碗吗 不会 会呀 偶偶会戴的 不戴的 天然难性戴 天后夜就不戴的 应该会用呢 不方便了 我觉得手套各个人的看法 应该不上手啊 就是怎么说有手觉得手 或者有外伤啊 或者割损的什么都戴一些 不怕怕学习啦 就是说油啊 肥啊 那些东西啊 还有就是说洗液精那些有刺激 所以就戴手套啦 戴手套洗碗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而他们选择戴手套洗碗的原因 亦都是大同小异 不过最主要呢 就是觉得戴手套洗碗可以减少对手的伤害 这样看来 洗碗手套的出现 真是为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是最近网上就在传言说 我们平时用的手套大多数都是橡胶手套 这些橡胶类的产品是化工制品 里面含有本等辉发物质 容易通过辉发从皮肤穿到人体里面 会加重对人体的肝壮等器官的负担 而这一类分子不容易被人体排施 长期使用这样的橡胶手套 不单止不可以保护手 还容易产生肝壮等的病变 戴手套洗碗只不过是暂时可以保护到我们的伤手 但是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不单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严重的时候还会致癌 有没有搞错啊 我用了这么久都没事 我才不信 不过话说话 本又是什么来的 本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化工原料和环境污移物 对人类健康有严重的危害 是诱发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的主要原因 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表明 本是一种典型的致突变剂 可引起人与动物的遗传物质损伤 主要影响造血系统、神经系统 对皮肤、眼睛以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可以造成皮肤脱展 引起红斑、起泡、干燥皮炎 哇 体力本真的很惹人害怕 我突然想起 我平时戴完手套之后 都会有整股很奇怪的味道 难道这些橡胶手套 都会有本这种恐怖的东西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去调查 为了调查清楚 橡胶手套里面是否真的有含有本 我们的调查员买了四款不同的橡胶手套 分别编号为1、2、3、4 然后一起送去相关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四款橡胶手套并不含有本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网上说的是假的 首先我们可以说 天然橡胶本身是没有多的 所以橡胶手套照理来说 应该是不喊本 但是可能就是说 在我们要把天然橡胶制成各种产品的时候 会需要增加一些 就是说添加一些其他的化工产品 比如一些防老化剂 一些抗氧剂 针刃剂等等的 那么如果是一种合格的产品的话 它添加的材料都应该是合格的 那就是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厂家 它为了降低成本或者什么 就会增加一些溶积类的东西 那么这溶积类的东西 如果它不好的话 它会就是含有一些本性物 专家还跟我们说 在检测当中检测不到本 好大案是由于本废发了 但是网上流传说 长期使用这一类的橡胶手套会截癌 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长期使用这种橡胶手套吧 怎么说呢 就说橡胶手套 有分天然橡胶手套和合成橡胶手套 那么天然橡胶呢 现在就说成本比较高 大部分现在厂上就说 都是用的是合成橡胶来做 合成橡胶吧 如果你是正规渠道进货的合成橡胶 应该也是没有毒的 那么但现在就怕有一些不良的厂家 他用了一些废旧材料 回收的一些有害有毒的一些废旧的橡胶 就怕会这样子 就用这种再生的材料去做的话 那么他又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 或者严格的一个检测 致使到一些有害物质 进入了他的产品里面 所以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 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 在使用过程中对我们的身体是会有有害的 天然橡胶是指从橡胶树上面采集的天然胶圆 经过凝固、洗滴、干燥等加工工序 而制成的弹性固作物 用一种的天然橡胶制作的橡胶手套是安全的 但由于天然橡胶的成本高 所以市面上销售的橡胶手套 大多都是合成橡胶手套 虽然这些的合成橡胶手套会添加其他的化学剂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 只要买到一些质量好的手套 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质量好的手套呢 根据专家的指导 通过以下的这几种方法 就可以选择质量比较好的橡胶手套 首先第一种就是闻气味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桌面上摆住了三对不同质量的橡胶手套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右手边的这一副 这对手套它的气味闻起身就会比较浓 还有很大阵很刺鼻的味道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对手套 这对手套同样都是有很大阵刺鼻的味道 但相对于这对手套来说的话就会淡一点 看看这对紫色的 这对手套它的气味就比较淡了 而且闻起身会比较舒服 也都说明了它所含的化学物质是比较少的 而第二种方法就是摸质底 如果质量比较好的手套 它摸起身的手感是比较柔软比较光滑的 如果质量不好的手套 摸起身的手感是比较硬的 比较粗糙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副 这一副手套摸起身就比较硬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製作是非常粗糙的 再来看看这一副 这一副摸起身的手感上比较薄 还有有点粗糙的感觉 比较粗糙 我们再来看看这对手套 这对手套摸起身的手感就比较滑了 我们再来看看表面 表面的这些手感也是很舒服的 也就是说这对手套相对来说质量是比较好的 而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力扯了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手套用力拉长 放松了之后可以立刻恢复到原先的样子 而且不变形的话就说明是质量比较好的手套 如果当我们将一个手套用力拉长放松之后 它不可以立刻变回如先的样子 而且有变形的情况出现 而且你在拉的过程当中有出现泛白的颜色的话 就说明了这些手套它的含胶量是比较低的 是质量比较差的手套 专家还说就算我们买到质量好的手套 但是这些手套依然会存在一些化红物真 所以在第一次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洗血精或者其他清洁液认真地洗干净的手套 然后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才可以用 调查到这里我终于都放心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又有传言说戴手套洗碗的话 有可能会洗不干净 搞不好还会越洗越多细菌 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呢? 传言片说 查了先说 我们立刻来调查一下 戴手套洗碗不但洗不干净 还有可能越洗越多细菌 琪琪平时经常都戴手套洗碗 那就吃了很多细菌 在听到这个传言之后 琪琪真的心急如焚 你看他急匆匆地拿着一袋东西出去 不知道他拿着的是什么 又要出去做什么 你上班 这个是你必须得帮帮我 我遇到大问题了 嗯 你自己慢慢做 就这样的 就是我平常就是吃完饭有个习惯 就喜欢戴手套去洗碗 但是最近呢就听说 如果说戴手套洗碗的话 细菌会越洗越多 是不是真的啊? 吓死我了 先不要慌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你看我现在呢就拿了两个碗 就是刚吃完饭还没有洗的 就现在就想麻烦您先检测一下 这两个碗的细菌是多少 然后呢其中一个碗呢 我就会戴上手套去洗它 那剩下的这个碗呢 我就直接用手去洗 然后洗完之后再检测一下 他们的这个细菌含量 看看是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对 在听到奇奇的留意之后 范公首先对两个碗 进行的细菌检测 然后一号碗用手直接清洗 二号碗戴上手套清洗 清洗完之后 再检测这两个碗的细菌含量 一段时间之后 对比两个碗清洗前后的细菌含量 范公范公我想问一下 这个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了 这个结果来了 最早也得等到明天 明天呢? 嗯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把结果发给你们 嗯 好行 那谢谢你了 究竟检测结果会是怎样呢? 戴手套洗碗 是不是越洗 細菌越多呢? 我们应不应该戴手套洗碗呢? 怎样洗碗既干净又不伤手呢? 在上次节目当中 我们检测到橡胶手套是不含本的 并且介绍了几种选手套的方法 而就是这个时候 调查员又听到一个传言 说戴手套洗碗 可能会越洗 細菌越多 为此调查员去做了一个检测实验 第一,饭工给我们回来了检测结果 结果显示1号碗清洗之前有7100个菌落 清洗之后还有180个菌落 細菌减少了6920个 2号碗清洗之前有6500个菌落 清洗之后还有3100个菌落 細菌减少了3400个 不过1号用手直接清洗的碗 比2号戴手套清洗的碗 細菌减少得更多 俗话说病从口中入 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碗经常会和我们嘴亲密接触 如果碗上面有細菌 我们一个不小心吃进肚子 就很容易会引起腹射,嘔吐等等 所以首先要求碗必须是干净的 但是戴手套洗碗 碗还会残留細菌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因为手套它本身呢 会有一定的一个细菌 然后另外呢 我们在使用手套的过程中呢 会沾有一些油污 以及一些化学的物品和食物的残渣 那这些呢 也会滋生一些相关的细菌 而另外呢 我们使用的手套 基本上都会放在厨房里面 而厨房环境比较潮湿 很容易会滋生一些细菌 那这样子的话 而我们的手呢 是会经常的洗的 相对来说细菌会比较少 从而得出来呢 我们用手来洗碗 会比我们用手套更加的干净 戴手套洗碗呢 就不会越洗越多细菌的 但是相比之下呢 直接用手洗碗就会比较干净了 那刚才专家都说了 其实是因为手套本身呢 就有细菌 那在洗碗的时候呢 细菌就会黏在碗上面 而且用得越来细菌就会越多 那我们平时洗碗用的手套 到底有多少细菌呢 为了查清楚这些洗碗手套上面 会含有多少细菌 调查完琪琪决定主动上门 收集几个家庭的洗碗手套 然后再送去检测机构 检测这些洗碗手套的细菌含量 哈啰 哈啰 哪位 哈啰 你好 我们是生活调查团节目组 你好 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说话 进来 谢谢 如何称呼你 我叫小刘 小刘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关于洗碗手套的节目 就想调查一下 用过的手套有多少细菌 我想问你平时 会不会戴手套洗碗的 我会啊 我们也有戴的 可不可以看看手套 好啊 在这边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好像用了很久了 是啊 半年了 我们用了半年 半年了 是啊 那这半年时间里 你有没有洗过 那其实洗完碗之后 会觉得很干净 那就没有了 是 那现在我们就想借这副手套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细菌检测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啊 拿去啊 谢谢你 当然我们也会送一副 新的手套给你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奇奇在酒坊的几个家庭 收集了几副手套之后 最终选定了三副手套 分别是用了一个月 用了三个月 和用了半年 然后和新买的一副手套 一起送去检测 他们的细菌含量 你好 我又来麻烦您 您看我这里有四副手套 那其中一副呢 就是新买的 有一副呢 就是用了一个月 还有这一副呢 就是用了三个月 这一副呢 就是用了半年的 我就想麻烦您 帮我们检测一下 这四副手套的细菌含量 可以 好 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测之后 结果显示新买的手套 每50平方尼米有20个菌浪 用了一个月的手套 每50平方尼米有600个菌浪 用了三个月的手套 每50平方尼米有800个菌浪 而用了半年的手套 每50平方尼米竟然有950个菌浪 比垃圾桶的细菌还要多 哇 细细的手套 居然有那么多细菌 那我们以后 还可不可以戴手套洗碗呢 一般来说 我们都建议大家戴上手套洗碗 因为在洗碗的过程中 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油污 以及具有化学刺激性的清洁剂 会伤害到我们人体的皮肤 只要能保持手套的干净 我们就可以用手套洗碗 那每次洗碗完之后呢 要把我们的手套清洗干净 并且放在通风处进行晾干 看来洗碗手套呢 真的有很多细菌 而且用得越来细菌就越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洗手套 保持手套的清洁维生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定期更换手套 那不知道大家 多久会换一次洗碗手套呢 你大概一段时间 多久会换一次手套呢 一般那些手套 很快就会穿洞的了 没多久 有时有时一个月都没有 除非买一些 更漂亮的那些 就会更容易 穿了洞没换呢 不是几多个月换 最主要那些手套 有时很容易就勾烂 一会就要换 我最为头烂了 也就烂了 有时整得疼疼 就 由刚才的厂房看来 很多人的洗碗手套 都是很久才换一次 甚至有些人 直接用到烂了才换 我们也都知道 手套用得越来 细菌做越多 那我们应该多久 换一次手套呢 正常来说 如果你的手套是经常清洗的话呢 一般两到三个月就可以换一只手套 如果太常不换手套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油污或化学剂来腐蚀 等你发觉你的手套烂的时候 其实这个手套已经非常非常的脏了 其实之前 跳成人走到家庭收集手套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多人在用完手套之后 就随手乱踢了 这样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大家以后一定要记住 洗碗手套用完之后 要及时清洗干净 并且放在通风干疮的地方 就算是这样 戴手套洗碗的时候 依然都有不少的细菌 沾附在碗上面 但是不少探静人士的炎油污多 油伤手 是无论怎样都不会直接用手洗碗的 所以琪琪在这里也向大家介绍一种 洗得多干净 又不双手的洗碗方法 其实这种方法很简单 首先第一步就是戴上手套 将碗里面的残留物和油污 用清水洗干净 而第二步就是要首先脱下手套 接着就再将自己的双手用清水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再洗多一次碗 这样一碗就可以洗干净了 当然我们也要拷护自己的双手 首先我们可以用洗手液 洗干净双手 接着用纸巾又或者用毛巾抹干 抹干之后我们可以涂上胡手霜 好,完成了 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拷护的作用了 调查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对洗碗手套也了解了不少 最后对这期的节目内容做个总结 第一,选手套有三个方法 一纹二摸三请 第二,第一次想用手套要认真清洗 然后放在肝脏通风的地方量一段时间 第三,每次用完手套之后 要及时清洗干净并且涼干 平均三个月要换一次洗碗手套 好了,今天的洗碗手套调查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 又到了我们礼包送到家的活动环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怎样才可以拿到我们的节目礼包呢? 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我们的特派员去到你家的时候 你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那就恭喜你 可以获得我们的节目礼包了 好了,不说太多 下面的时间 立刻去看看我们今晚的幸运家庭 这是我们送你的大礼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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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马上去吧 麻烦,有没有人吗? 我是生活调查团节目组的 好啊,阿姨,你好 阿姨真的在看我们节目 是不是我们忠实粉丝啊? 教训分室那些什么? 有一个 哦,那 阿姨,我这里呢 就是一个很有份量的礼物 是啊 那你只要答对了我们的问题的话 就可以得到它了 那开始了 我问得很快的 我反应很慢 你快点反应 慢了就没有了 试试 好啊,我们节目每晚几点播出 几点播出 几点本 是啊 那我们节目有哪几个主持人啊? 哦,成德的任养男儿 记得名字 因为姚竹就非常印象深刻 好啊,那见阿姨你这么醒目 这个礼物就送给你了 哦,谢谢 是啊 送筒油加肥沐润 好好好,谢谢 阿姨你这么醒目 所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健康饼干 如果你再答对我的问题 这个我也是送给你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 人家说吃一块粗粮饼干就等于吃一大口肥猪肉 那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你觉得吗? 健康还是不健康? 你说油腾腾 你说油腾腾 健不健康? 嗯 健康 不健康 对,阿姨你平时 又煮番薯吃这么粗才会 这个这么健康的饼干就适合你了 那我送给你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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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好吃 对,阿姨你平时是否也会煮食 煮 煮 煮,有什么牙手小菜 嗯 葡萄丝 葡萄丝 葡萄丝啊? 哦,好吃 是啊 酸酸咪咪咪咪就是最适合 全言片广,茶朵先说 耶 今次的礼品大派送活动就结束了 各位观众记得每晚8点半 还黏着我们生活调查团 说不定下一个校园观众就是你啊